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徐茂公众人准备要走的时候 有人来报说官兵已经把甲柳殿团团围住 这个时候就听外面四面八方喊沙声四起 别让他跑了啊 抓醒了啊 烦盘们快出来吧 紧接着就听这甲柳殿的殿门一阵急促的敲打 逛逛逛逛 开门开门 快点开门 徐茂公这个功夫站到院子里面望外一看 四面八方灯秋火把量子游松的火光已经映照起来了 徐茂公说弟兄们 事到如今不要慌忙 我们现在冲出甲柳殿 马上出西门 西门现在已经为咱们开着了 出西门之后 外边十五里地之外 有一片树林在树林子里面见面 快点 各自上马 上马的上马 抄兵器的抄兵器 程耀金这功夫手中端着大斧子 他在头条 来 现在程耀金别看负着商量 咬着牙硬挺着 他在头条催着马就出来了 他往外边这一来告诉人 把这店门开开 假柳殿这个店门是两个门 有一个门是带台阶的 另一个门是大车门 特别宽敞 没胆 把这大车门先开开 骑着马就好往外出啊 光朗这门一开 官兵们正想望里拥 这功夫程耀金嗷嗷一嗓子 拿开来 就这一声啊 就好像打了个劈雷一样 这官兵们拉着架子 呀 听这一声吓一哆嗦的功夫 一定神 程耀金这匹马 就出来了 这匹马往外一冲 啤就啪啪 才躺一四五个 大幅的一轮气球咔嚓 就砍倒了几个官兵 尤俊达在后面抖动 刚才哗哗哗哗哗哗 程耀金往外一来 第一个碰上的 正是铁枪匠来虎儿 这铁枪匠来虎儿 是济南节度士 唐毕手下的一员勇将 穿着鞭铁盔乌油甲 跨旗 铁青马 手中端着一条混铁枪 这个人 这条枪 文明侠耳 可以说 一般的人练枪的 没有他的枪尘 力大过人 铁枪将来虎儿跟程耀金两个 正好马打对面 抖枪就刺 程耀金一看 枪奔千雄来了 他把大幅的一举 还窃息过 来虎儿撤枪一看 踢牙 套耳朵 三斧子过去之后 来虎儿一低头 第三斧子躲过去了 程耀金这匹马过去 连头也不合 搬着西门的就冲过去了 后边众弟兄也往外冲 徐茂公跟魏征这两个人 是文人 不会武艺 但是也骑着马 被几位弟兄把他们包围在当中间 护送了他们往外冲杀 正往外边冲杀的 一看有一人拦住了去了 谁 济南街渡使唐碧 唐碧这会怎么亲自来了 这还了他吗 这可是大事 劫荒杠的响马 杨林给拿住了 送交你审问 你不但没问出口供来 把这俩人还给放跑了 还要不要脑袋了 所以唐碧听徐志宪一报这个信 那都气坏了 马上亲自带队伍出来了 唐碧跨其昏轰马 手蹲一口三听刀 他一拦出去路 徐茂公一看坏了 这是济南府里边最高级的地方官员 他后不是那么多的兵丁 徐茂公一看世道如今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喝死相拼就得冲了 头前是永三郎王永王不堂 双手颤枪直奔唐碧 抖枪就刺 唐碧一看王不堂枪奔这来百刀往我一颗 二马错凳打在一起 徐茂公估计着恐怕这道防线很难过去 正在这部分唐碧后边乱了 怎么乱的呢 咱不说了吗 徐茂公派兵早有安排 大刀王玄王军可 就带着二十多个亲随人等 在这家柳店外边四面巡逻 王玄王军可一看 唐碧这队伍在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我从他后边往前上 大刀王玄王军可 有名的王大刀 他那刀比别人都大一号 这刀头特别长特别宽 王军可大刀一举在后边 气球咔嚓就砍杀上了 官兵后边这么一乱 唐碧回头这么一瞧 让王不堂一枪 尤打手背着 藏给穿了一道血槽 唐碧觉得手背这么一疼 他们一抖了手 这刀差点没松开 接着王不堂啪啪又两枪 唐碧往旁边一跨马的功夫 就闪出一条路来 王不堂在头前带着 保护着魏征虚冒公一位众弟兄 就拥出来了 他们一边杀一边战 一直杀到西门那个地方 西门那个地方 早已经是赤法灵官 善同善雄信 带着有武安庄来的二百多位弟兄 把这西门控制住了 城门开着呢 听见城里边大乱 善雄信 夸其艾叶清 手中摆精顶枣阳术 带着打接应 一看众弟兄过来 善雄信告诉他们 你们走你们了 由我断后 众位弟兄 相继着鱼棍而出 他们都出去了 后边唐碧催马来到跟前 善雄信一百惊惊遭阳术 跟唐碧两个人马打对面 一说楼头盖顶就下来了 唐碧这种手背负伤 但是他只得咬了牙 往外一磕 善雄信力大说尘 这一说 把他这个伤口 沾他的血更加倍地往外流了 唐碧往旁边一拨马 就知道不是善雄信的对手 后边铁枪将来虎尔催马上来 善雄信 跟来虎尔打了几个挥 和左胶尖一领凳 有科技该顶马的前架 这匹马一拨头 善雄信告诉 弟兄们 撤 出城往外就走 铁枪将来虎尔催马端枪 刚要往外追杀 唐碧说 慢着 来将军 不要穷追 唐碧心里和气 他们既然敢今天晚上砸老反育 大概人少不了 在城里边还好办 他们出了城 说不定什么地方在埋伏了人马 我们追出去 不知好歹再被人给捉住俩 那我就更丢人了 马上带队往回来 他往回去 善雄信随后断后出来了 跑出十几里路 就在原来预定说好 那个地方树林子里边大家伙聚集 聚集了之后 徐茂公一看 除了楼楼们 有些个伤亡之外 贾家楼接议的弟兄 该到的也都到了 仔细一瞧 少俩人 谁呀 柳州陈贾润府 徐茂公心想这二位呀 老是啊 行动迟缓 到这时候你们跑哪去了 正说到这儿 这二位来了 这二位跑得上气 不接下气 移上这儿也扯了 一人还低了把刀 这脑袋这个拉个口子 一瞅那个 这地方挨一刀 二位进来之后 三哥 坏了 坏了 怎么的了 怎么的了 秦二哥的家眷 没救出来 你们两个不是去了吗 我们两个是去了 尤打那个 就我们店里边后门出去之后啊 我们想奔那太平街专注下 哪条道也过不去 哪都有官兵 哎呦我们俩感情的人都认识 他们说这家柳店呢 是是是是老本营 是贼窝 非抓我们俩不可说 我们俩是煮饭 你说把我们俩吓的 我们俩万万就跑 好不容易给他跑出来 你说这怎么办 二哥这家人 你说我们将来见二哥怎么说呀 唉 程鸟精这帮没听 没别的 三哥 咱们杀回去 一定把二哥的家眷救出来 徐茂公说不行 现在杀回去 无异于去送死 我再想别的办法吧 那想什么办法 要把二哥的家眷在这儿丢失了 二哥将来回来怎么办 你们谁也别着急 听我的 这儿徐茂公想什么办法救秦春的家眷那边城里边呢 这根本贾家楼 贾柳店都已经被包抄了 店房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都归了工了 挨个房间检查 徐志县走上贾家楼各地上查找 最后尤打贾家楼那个大梁坨上边 就把那蒙丹拿下来 蒙丹拿下来打开一球 这就是这帮反叛接议的蒙丹 头签第二个就是秦穷秦淑宝 徐志县一看 哎呀 我就没想到这秦穷感情他是反叛头啊 马上把这蒙丹呈现给唐碧 街道师老爷 您看这怎么办 唐碧一看 没别的 按着蒙丹 拿人 有一个算一个 一个不能再跑了 在秦南府内历称县周围的 这可以拿 远道的就没地拿去了 秦穷拿不拿呀 秦穷 唐碧一合计秦穷可是杨临的十三太保 他的家眷要是给抄拿之后 太王杨临会不会生气呢 又一转念 他不会生气 太王杨临认他为十三太保 他不知道他是反叛 我得告诉杨临 让他知道他的十三太保是个反叛 长了他说不定要了你的命 传我的命令 把秦穷的家小一律给我拿货 这儿 谁拿秦穷家小 唐碧派铁枪将莱虎尔 这莱虎尔是唐碧手下一员勇将 这莱虎尔特别乐意干这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秦穷平素跟莱虎尔一起在唐碧手下供职 这秦穷比莱虎尔受宠 这是在莱虎尔的心目当中这么看的 他觉得他处处赶不上秦穷 所以莱虎尔平素在心里边暗暗地产生一种嫉妒之心 今天一听说拿秦穷的家眷 莱虎尔特别高兴 带着五百人 跨骑贴青马端着大铁枪 就来到了太平街专珠巷 到了专珠巷 脸边胡纵口都给堵盐了 然后莱虎尔下了 第一楼大铁枪 告诉十几平亲随奔秦宅 来到秦宅大门这儿 这个功夫就折腾了一宿了 天刚蒙蒙亮 来会儿告诉这十几个人 过去 敲门 进去之后 建一个绑一个 一个不上 听见没有 哎 这十几个官兵低落刀 就奔这儿来了 这官兵们往这儿一来呀 偏赶上有人正开门 就听这门响 咕隆 咕隆 这门开了一个缝之后 又到那里边露出脑袋来 嗯 逛 门又关上了 谁呀 正是秦琼家里边那位傻爷 罗氏信 秦琼跟着杨林走的时候 特意嘱咐罗氏信了 老娘在家可交给你了 你得好好孝顺老娘 这罗氏信呢 就把秦琼的娘 当自己亲娘那么看待 罗氏信每天早晨起来 是两大缸水 必然要挑的 今天呢 早晨起来 把那俩缸已经高到门里头了 大澡沫杠子穿上了 准备开门要挑水 他开开门之后 把脑袋往外一伸 一看那么多官兵 光 他把门又关上了 这官兵一瞅 又是开门 露出脑袋又回去了 来 这谁 来护尔滴头铁枪 上 不管是谁 露脑袋那个 先把他绑起来 光 有一个官兵过来一推门 把门推开了 就说那官兵进去了 进去 光 大门关上了 没动静了 上 哎 第二个又上去了 光 门一推又开了 蹦 进去了 蹦 门又关上了 又没动静了 接着四个都进去了 都没动静了 来虎儿在旁边一看 嗯 这怎么回事呢 你们怎么进去都没动静了 来虎儿自个儿过来了 怎么没动静了 那四位啊 都趴下了 这罗氏信呢 他开开门之后 一看有官兵 他把门那么对上 没插 俩手扶着 头一个人 头一个一推门 他呗 这门开开了 这位一进来 罗氏信很省事 都没使大劲 拿着巴掌照着脑子上 咿咿咿 广 这一巴掌 邦 哭疼 这位舊手趴下 脑震荡 他一转身 把调水用那大缸 头号缸 翻过来 就把这位扣离了 第二个进来 照样 邦 一巴掌又趴下了 塞这缸里了 第三个进来 又趴下塞那缸里的 俩缸扣四个一粒俩 所以最后一点 一点动静没有 好 莱虎尔这回过来了 莱虎尔 看前面四个兵进去没动静 他就夹着小心 第一个大铁枪 邦 他一捅这门 光 那门开开一扇 一扇门开开了 这罗氏信站在这扇 后头 他在这笑 这位不管什么时候老是笑咪咪的 来一会儿捅开这扇门一看 没动静 出来 来一会儿听到门会儿怎么直黑的 黑什么 他用这枪捅这扇门 一捅没捅动 罗氏信在那顶着呢 来一会儿把这枪往里边那么一伸 他先往旁边扑了一下 往里边刚那么一拨头 罗氏信的手 崩 把这枪给抓住了 他使劲往里边一拽 来一会儿觉得兵器被人家抓住了 往里边拽他 来一会儿双手抓起来 他往外边一拽 心想这玩意儿我不能给别人啊 他较劲啊 他哪是罗氏信的哥 这罗氏信使劲往里边引了 进来吧 他光一下子就把来虎儿给拽进来 来虎儿望着不一走交的一个链接 他想着一个垫步想起来 要回身不敢套了 罗氏信这手裸枪 这手一掐他脖子 哎 往里边扑通 就把来虎儿给按趴下了 但是来虎儿那毕竟是铁枪将 那是无意在身力大过人的人 跟头前那四个冰冰不一样啊 他俩手一伏地 他想挺身再起来 罗氏信这手掐着脖子 拿着科技盖一顶他的后筋梁 别动 按这儿了 来过去两起 就好像大泰山压在身上一样 一点都动不了了 大早晨起来的 你干什么来了 嗯 俩胳膊给拧过来呢 嘿 你动 你动 小心把鸡脚给你掰下来 他这说牛呢 他专门把那牛鸡脚给掰下来 今天给来虎儿用上了 正在这个功夫 老家人秦安早晨起来又到里边出来 秦安往我一走 哎 氏信你这干什么 他们也不要干什么 都来了 哎呦 这不是来大人吗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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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雷大人起来 不行不行 他拿着枪呀 这拿着枪 这不好办了 他这裹袋后边 看见长背小绳 为什么拴鸟用的 他们这小绳蹬出来了 奔奔奔把来虎儿给捆上了 来虎儿这气呀 来虎儿心想我是来抓秦琼的家眷的 我没抓着人家让人家把我抓住了 捆上之后一滴咯 嘿嘿嘿 行了 走吧 见娘去吧 好 我见见老太太 秦安那是董事的人呐 来将军 您先暂被委屈 走吧 见见老人家 来虎儿投钱走 罗氏信在后边跟着光狼把大门插上 一边走一边追着直哼哼 来虎儿心想嘿 到什么时候来唱呢 唱什么玩意儿那是 老太太早晨起来在屋子里边正坐着呢 往外边一瞧 哎呦 这怎么把来大人给抓来了